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听说一场冰风暴很快就会来临 所以现在西医和冰州已经宣布进入了紧急状况 但是好像纽约改为下雨了 或者是气温下降了 所以大家星期天尤其是星期一还要小心 即使宣布进入紧急状况 我们经常听到因为美国也是一个天灾很多的地方 大家都不以为然 所谓紧急状况就是要大家注意一下安全 对不对 但是美国除了天灾还有融合 融合就是什么 就是政治 就是权力斗争 今天下午三点 后来又退迟到四点 因此点点今天事 也在等待着川普宣称的一个很大的重要的变化 有人说 是不是要宣布紧急状况法啊 我当然一讲到国家宣布紧急状况法 我就紧张 但是呢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也想看一看 如果美国总统宣布紧急状况法 而且是基于政治理由宣布紧急状况法 就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一看 美国的总统 是经过民意选举所产生的 他具有至高无上的 行政的这个权力 但是他的权力同时又受到国会的制约和司法的制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将什么宣布 紧急状况法呢 川普当然也挣扎过 他这样宣布 后来好像又不再提了 然后他就去了美国边境 他在美国边境 发表了一些讲话 但是从他走到的美国边境 看不到有任何 紧急的状况 但是他仍然 举出一些数字 认为美国边境存在着很多问题 那一段时间 我也去了美国边境的城市 好像在那个城市里面 确实也看不到恐慌 但是川普 是一个非常坚强的总统 他是不会去那些妥协的 所以他后来又说 要动用军队 来修这个墙 但是动用军队和其他的武装力量 也得有钱啊 所以有人说 而且可以从波多利哥的救灾卡 和加州的救灾卡里面去拿弄用 哇 波多利哥我去过 那是美国的 一个没有成为美国的 一个州的 一个特殊的关系的地方 但是我去了之后 那里经过了一场灾难 一场灾难 风灾 造成非常大的破坏 甚至包括一些 动物基地 植物基地 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波多利哥 最近一段几年 经济很超高 甚至还出现了 政府好像已经经济上破产了 所以这个时候去罗应 波多利哥的经费 似乎如先不忍 那罗应加州的灾难 刚刚火灾 救灾的经费呢 哎呀 好像加州的地方啊 尤其是马里布 住了的都是富人 因为他们的钱似乎也没什么 但是就在几个星期以前 我去了马里布 唉 我等下给大家换一段 我在马里布的一个灾难之地的 一个短的视频 放到节目后面 给大家看一下 马里布那个地方虽然住到了很多的富人 但是也住到了很多的老人 无论是富人 还是老人 他们在这一场灾难中间 突然之间 他们的房子就毁掉了 而且非常期待 在同一个地方 就是同一个街 毁掉了这个房子 全部烧到干干净净 另外一个房子 居然有完好无损 这种其他的现象 在未来的短视频里面 我可以跟大家解释 但是有一些老人 他们当年买的保险不够 有一些老人 他已经没有能力 来支付资金 或者是心理 来修建他们的家园 很多人现在还是 没有家 没有居住的地方 不能归 有的人当然很幸运 有了保险公司的赔款 有的人保险公司的赔款 远远不够 听说川普去追逐时差的时候 虽然有当初的州长陪同他 但是当地的百姓 对他并不欢迎 当然也有欢迎的 但是我听到的 可能是不喜欢川普的人 如果川普在这个时候 要动用最初的经费 去修那个 并不是真正那么紧急的 美目边境的那一道墙 似乎遇到更大的反弹 川普 实际上是很坚强的 他似乎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在昨天的推特里面说 今天下午三点有一个紧急的宣布 那么 等到三点 他后来又说要推迟一个小时 到四点 可见 这个方案还是很不容易 宣布 果然他宣布的 不是紧急中恶法 而是川普提出的一个 一个妥协的方案 这个妥协的方案 跟之前的川普 确实有所推普 比如说他在那些 年轻的 童年的时候 因为逃难 因为某个原因 人道危机 到了美国的人 到了美国居住 到了美国生存 很长时间 而且已经营育到了美国社会里面的人 停止了遣返的计划 所以 可以延长 停止 然后要给予更多的经费 给美牧边境 打击贩毒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他甚至说呢 还要加强一些经费 来完善修建一些铁栏杆 或者是墙 用了一个不一定是墙 或者是铁栏杆 那我对于美牧边境 不仅是我最近一段时间 去了美牧边境附近的一个小城 而且呢 我之前曾经去过美牧边境的 那一道所谓的墙 就是铁栏杆 移植到墨西哥的 海边上 到了最尽头 另外一头是从德州开始的 到结尾的那一头 是叫 夏加州 我们现在就知道北加州 南加州 实际上墨西哥那个地方叫夏加州 夏加州的地方 和美国的边境线上面 就有一道很高的 栏杆墙 几乎很难相信 一般人是能够逃过去的 美国的边境 无论是美国的北部 和美国和加拿大 还是美国的南部 美牧边境 实际上长期来讲 管理的还是比较深切的 所以为了国家的安全 对边境进行管理的加强 我认为是必要的 是应该的 事实上民主党 听说也提出类似一种 方案 就是同意 而且呢 就是说给予 边境上的 海关 提高更好的 设施 甚至的增加一些 对增加难民 进行甄别的 移民关 不管怎么样 美国的这个政治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 公开斗争的方式 不管你有道理 还是没道理 最终的结果 必定是要走向妥协 不妥协的结果 那就是另外一派 可能就要承受政治上的 一种责乱 一种后果 但是川普今天这个方案 我不知道 民主党会做出什么样的 一个反应 但是从今回来讲 57亿 还是要强化一些特殊地区的墙 那么我觉得民主党 也许不会那么及时的妥协 那我们就看吧 看他们两党的恶毒 但是对于美国的很多公围来讲 是一场灾难 因为他们都没有薪水了 而且他们也要付很多的贷款 日上也要开支 现在你看 很多城市已经开设了 这个 世界厨房 就是给联邦工员们 就是工员们 提供免费的餐 比如在美国 是饿不死的 你在美国很多的城市 中午你都会取得免费的餐 很多教会就提供免费的午餐给你 但是 那个一般是给流浪的人 或者是老人 或者是一般的临时需要 解决问宝的问题的人 但是没想到公务员 要来 让世界 这么一个人道机构来救援 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但是即算是这样 美国也没有危机到 一个非常紧急的 国家灾难的一种状况 民主政治 我们看到他们怎么纠正错误 民主政治 我们看到他的恶度怎么存在一种共识 川普当然今天 还是发表了一些其他的消息 所以在之前他就评估了 讲到了 他要跟金正恩的第二次见面 跟金正恩的第二次见面 他没有宣布地址 但是媒体一般估计 很有可能是越南 而这个越南 跟美国近几年的历史 包括跟今天很多的 美国人的心 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跟他们的记忆 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不能说是 美国外交上的一个花台楼 也可以说是美国一个 极大的一个灾难 而且面对这种灾难 美国虽然有很多的历史的记录 可以给大家查 但是从整体的心态来讲 美国人是回避 美国的 这一场灾难 但是从 我最近所看的一些资料看 六七十年代 美约战争 当时候所引发的 美国的解脱的暴力和冲突 那远远比今天 美国的分裂 美国的政治对抗 要严重很多 当然 那个时候即算是后来 越来越多的文件 证明 联合森总统是一个极机污足 低级下流 没有道德的 这么一个总统 但是呢 他在公开的言论中间 还是表现了一个总统应有的境界 即算是那个时候 美国的国家出现了那么多的暴力冲突 那么多的解脱的运动 但是美国人的很多的心理分裂程度 是一种痛惜 是一种不愿意参与战胜 还是一种对国家的失望 那种内心的分裂 是不是比今天严重 还是今天的内心的 对美国拳托的一种担忧 对美国今天政治上表现的 那一种 暴力语言 街头暴力现在没看到 但是媒体上面 所出现的 对川普攻击的 暴力色彩 和川普所使用的 某一些极端的 不太像总统的言论 使很多美国人担心 今天的美国 是不是比当年的六七十年代的美国 分裂还要严重 但是 从最近几个月来 美国川普就美墨边境上的事情 你仍然可以清楚的 对美国的司法 有一种信任 那就是 即使是川普认为 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但是他也不敢 贸任地破坏美国的司法 所以 我觉得 看看美国的历史 也许对今天 对美国也不至于那么的 一种担忧 川普总统同时也讲了 今天他说 江卉 他不是江卉 和中国的贸易谈判 进展得非常好 而且呢 他相信会达成好的协定 这个跟我昨天在明镜联系节目里面所讲的 几乎是 差不多的弄掉 就是昨天我在明镜电视的另外一个节目中间 叫明镜联系 我当时还做出了一个碰断 我认为呢 对于习近平来讲 以今天中国经济糟糕的一种状况 不可能呢 去拒绝 跟川普进行合作 去拒绝 中美贸易达成协议 虽然可能在关键性的底线上面 他仍然只能是 扶弄一下 川普 但是呢 从整体来讲 他必须尽可能 满足川普的要求 从来用川普暂时 至少是不继续 对中共追涉下去 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状况 已经糟糕到了 糟糕到了极点 所以有一个政协委员 叫王先生 他在沈阳的一个会议上 明镜电视得到了这个视频 进行了完整 对他的内容 进行了很详细的报道 里面讲出来 2018年 除了他的年龄增长以外 大家其实都没有讲 当然 不仅是他的年龄增长 在中国的统计局的这个数字里面 那当然是增长 但是即算是增长 也与中国的税务的增长 似乎是不成比例 所以中国的税务政策 国家的财政 和政府的力量 是在破坏经济的 健康的成长 加上经济的周全力 加上一系列的 中共过去几年 由于经济增长 所带来的那种傲慢 那种狂妄 那种政治上的那种反走现象 来对经济的信心 进一步的打击 那么为了使这种情况 不能继续下去 那么习近平向川普做出让步 是必然的 而且呢 同意在最终解决 贸易占仓问题 也就是说呢 在几年之内 要把双方的 贸易不平衡全部打平 不平衡那就买东西 现在的分歧就在于 什么时候达成这个平衡 川普要求是两年 哇我的天哪 两年你川普要卖多少 大豆 土豆 玉米 或者是牛肉 卖给中国 你没有这么东西卖给中国 对吧 那么 中国想买的东西 中国想买的东西 你又不想卖给它 高科技领域的东西 所以你要两年 做这个贸易的平衡 似乎是不太现实 中国当然是 要体制的是六年 你看到你川普任期 如果你当下了总统 到你任期后来结束的时候 对吧 让你这个贸易完全进行平衡起来 那你是不是呢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距离的时间 还在 双方在 双张 双方还在纠缠 刘鹤 一月底 一月到北过来了 到美国来 当然又会在一些后面 进行在美国讨价还价 又会做出一些让步 但是反过来讲 美国也会做出一些让步 也会在一些中国根本不可能 基于它的体制问题 基于它的利益的保护问题 或者是它的一党独裁的问题 不能受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所谓的一些结构性调整呢 只能在某些方面 去糊弄一下 所以美国方面在这方面 也许需要做出一些让步 而在这个之前 我没有觉得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川普阵营要停止 或者是暂时不争关税 来讨好中共 因为时间反应不多了 但是呢 美国政府急于达成这个协议 川普总统 希望通过跟中国的贸易达成协议 让美国的经济能够继续的增长 或者是表现更好的形态 能够持续更长一长时间 因为美国经济已经增长了很长时间了 美国是全球化的过程中间最大的一个第一者 也是过去这几任总统 他们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 那么这一种成果到了川普 变成一个收购机器 川普一下子变成全部变大大的功劳了 但是呢 已经到了尾声 已经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 那么在最后面会出现某一种形式和调整 是正常的 但是川普 他自己把自己跟股票挂在一起 自己把自己跟就业力挂在一起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在这个时候不能让中美贸易谈判失败 虽然在政治上他可能坚守了美国的原则 他各样的原则 但是实际上呢 会使华尔街的股市下降 甚至下降得更厉害 所以基于股市 基于经济的要求 也基于川普需要通过这样一种外交上的政绩 来去强化他在国内跟反对党的博弈的能力 所以呢 他也着急了达成这个协议 而我这样一种看法在几个月以来 我大概是几个月 三个月了吧 或者是更早忘了 我最开始提出来说 习近平当然是让步着急 而川普呢 也着急 那么很多 不是很多 有一些网友都提出质疑 哪有一个发动战争的人 他自己愿意投赏呢 怎么可能没有呢 那有时候你发动了战争 在打了这个过程中间 你发现还是和平协议好啊 对不对 那美国的民事诉讼 美国的很多的官司 甚至包括一些刑事官司 到了后来都进入某一种和解 或者达成某一种协议 那是经常正常的事情啊 反而那时候 发动战争的人 就永远要坚持到他站到最后一刻吗 这个没有道理呢 要动态性地看待这些问题 那我这个看法 虽然一时受到个别网友的批评 或者是一部分网友的批评 或者是相当网友的批评 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不动地通过 得到了更多的信息 看待几方面的力量的各自的均衡 然后来找到更接近事实的这么一个看法 这都不是问题 我相信包括川普 包括习近平本人 这两位元首来讲 他们也未必一开始打仗的时候 就一定预计到今天这样一种状况 当然今天他们慢慢明白了 今天华尔街也更加明白了 而且呢 我在昨天联系节目中间 我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预计 这种预计呢 未必一定实现 未必一定实现 我只是从时间地点和政治逻辑进行一个推理 然后我认为 习近平很有可能会邀请川普 去中国访问 或者说呢 习近平到美国来 或者说呢 两位领导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来宣布中美贸易达成这个协议 因为川普需要宣布啊 你不能说川普宣布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站在一个人是刘鹤啊 这不疲惫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习近平可能做出这么一个邀请 然后呢 川普可能会答应 或者川普也觉得挺好的 对吧 川普能放在过现在这样一种风光的场面吗 跟中国达成一个伟大的 美国取得巨大胜利的贸易协定 那川普当然就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 那么时间又正好碰巧 二月底 川普又现在要急于让 让原来谭娜蒙蒙蒙夫妇的 跟金正恩的这个谈判 新加坡的谈判 要推到实际性的阶段 要在越南见面 如果越底在越南见面 那前后去一次中国 或者是前后和习近平在某一种城乡见个面 不就是从时间上合得上来吗 你看 福利的话 为什么不是二月底 不是二月中 不是二月初呢 哈哈哈 讲到这个地方 昨天就有网友 就说 诶 你倒是判断力在哪里来的 是这个 我一点搞不太清楚 对吧 以前嘛 也判断中国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说 还是谁给你提供了一个什么消息 对不对 然后你就做出一些判断和分析 对吧 现在很多问题 你看最近一两年 你讲了很多国际问题 你又是怎么做出这些判断呢 我的判断力 其实很多方面 也是在不断地演化 不断地进化 我不是一开始就一定看到这一点 即算是我今天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 也不一定是最终就一定会兑现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我这些看法 既不是受制于中国党 也不是受制于华盛顿 我只是一个民间媒体人的看法 错了 大家说 卖医生 怎么样 又搞错了吧 对了 大家说 哎呀 那巧合嘛 反正 总是有人对的吧 你只是偶尔对一下而已 好了 本来点点今天事 不是讲美国和中国的问题 但是一想又讲了二十多分钟 原来想讲的 上海政坛 陕西政坛 和北京政坛最近的演变 今天来不及讲了 明天不讲 后天讲 总之点点今天事 还会继续讲中国的政治 因为中国的政治跟美国的政治相比 更好玩 因为它在黑箱中间 有一点更有利于做游戏 谢谢大家 看一看那个房子 就并没有被烧毁 这里是第一十几个房子 可以想进 当上这个山高 好像是一条火海下来 看吧 在几个房子 就是点几个房子 看待了 搭掉 这么多的房子 就会儿子 可以说 看得多了 对 患者 那一走 是很清楚的看到整个三点火海都经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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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